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早上7点钟 我今天要去一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大概从洛杉矶开车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哇塞 经历了开车两个多小时在沙漠里 荒芜人厌的沙漠 我现在终于可以看到这个离天堂最近的这个地方 它是中文叫救赎山 我太激动了 我的天啊 就是这里 看到没有就是沙漠里的图画世界 就是沙漠里荒芜里什么都没有 就一处这个行为艺术的这个救赎山 就是沙漠里的图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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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赎山 并不是一座山 是一位名叫Lenor Knight的老爷爷 为了表达对上帝的爱 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 虽然是沙漠里的图画世界 在沙漠里的图画世界 在沙漠里的图画世界 它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它画出了对上帝 对爱 和对人生的信仰 沙漠里没有水电 没有空调 吃东西也超级不方便 它就睡在车里 一个人 过完了如此独独的晚年 却给我们留下了 如此耀眼斑斓的色彩 与诚挚的爱 救赎山的地道者已经故去 在有生之年 他以救赎的心态 创造了这座山 如今带着上帝的爱 他可以平静地安歇了 其实在一生中 可以执着地做这一件事 是很幸福很幸福的 这座救赎山 是这辈子一定要来一次的地方 在这里 靠近爱和信仰 深刻地感受到了 God is love 这句话的含义 救赎山的山顶 是个白色的十字架 救赎山并不高 可是站在这里 真的感觉居高临下 天蓝的不像画 它在救赎山上 画的图案 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依着山体起伏的 蓝白条纹 代表了瀑布 一个开满鲜花的瀑布 游到脚下 画成深蓝深蓝 象征的是大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